上回说到张勋雷震春的人马攻入南京城 劫掠三日以后才有军令到来 严禁骚扰 伪令者斩 三号傍晚 雷副使进城 秩序得以恢复 第二天张大帅也到了 士兵都遵守约束 不敢乱来 当时南京人民怀疑是张勋暗地里纵容士兵 大肆抢掠 其实张勋在城外的时候已经下令不得扰民 不过部下杨凤因为 抢了两天之后 外国医院里有个叫马林的医生 看不下去 来到城外报告张勋 劝他尊重人道 严格军纪 张勋还说自己的部下不至于如此 不过依然派军官入城弹压 颁布禁令 这时候城里的人家已经时事久空 妇女或死或逃 略无可掠 淫无可淫 命令一下 劫掠自然就停止了 冯国璋也率军入城 惠同张勋 刘冠雄 雷震春等 联名发电给政府报劫 原总统回电说 据江北镇副使张勋 江淮宣副使冯国璋 长江巡月使刘冠雄 副使雷震春 殿臣攻克江宁情形 并督治军队 搜缴于匪等于 前因乱党黄兴等潜负金陵 煽动军队 胁迫独立 当次张勋 冯国璋分路都兵南下 会合进攻 待大军攻克徐州 黄兴闻封潜逃 叛军反正 本大总统因不忍地方人民惨离封敌 特斥成德权从宽收服 免凡兵力 疑惑生灵 选据成德权电称 8月8日 乱党何海明赴南京 再谋独立 夜京击退 乃第一第八两师 赴被删获 何海明为伪总司令 又因第三师团不肯赴逆 互相激战 秩序大乱 请赤张勋 冯国璋肃进 并派兵舰赴南京等各情 随赤张勋都帅左部 会合第四师尽讨 该叛兵平衔抵抗 赴敢先开炮轰击 各军连日血战 紫金山天保城诸要地 次地占领 8月25日 攻入朝阳门 匪军用沙袋铸成堡垒 阻碍行进 相持数日 百文卫副帅大谷匪军助手 随由冯国璋 刘冠雄 督持海陆军队分头进攻 雷震春率兵原机 三十一日各军约会前进 第二天 张勋都队 首先假提登城 会合第四师 分客朝阳 洪武 通济等门 第三师支队 由太平门攻入 进客狮子山 占领下关等处 第五师支队 攻克神策门 混成第二十九 二师团 相继入城 分站富贵山 骆驼山 近距北极阁 雷震春会合第四师 占领雨花台 由南门攻入 匪士不知纷纷溃逃 勤斩无数 岁于九月一号 克服江宁 该时等调度有方 各将士踊跃用命 寻于之内 拔克兼程 良堪嘉奖 张勋 尽寿薰一位 冯国章 吉予一等文虎章 刘冠雄 特授以薰二位 雷震春 特授以薰三位 用章劳役 其余出力人员 由该使查明请讲 伤亡官兵 分别幽服 被难伤民 妥善安抚 以免严补乱党各首要 误惑惩治 仍督斥各军队 茶脚溃匪 肃清余孽 以敬地方 此令 接着又有两份奠令 一是 程德权免去江苏都督 二是任命张勋为江苏都督 张勋喜如所愿 十分高兴 只是南京百姓受张军的荼毒 无处申冤 敢怒不敢言 然而有日本商人三名也被杀害 且有被抢掠的情况 日本人不肯甘休 便向政府提出严重交涉 一是要政府谢罪 二是要严办凶犯及主管官员 三是要重金抚恤及悉数赔偿 原总统盲令李胜夺南下 查明情形 酌情抚恤 并督促张勋 诉查凶手 从严治罪 那些对部下约束不严的军官 立即参半 同时向日本公使道歉 日本公使又谈及南京的惨状 原总统于是在下命令 自江西南京畅乱以来 中央除暴救民 不得不派兵征讨 然而行军守中纪律 所有各路军队 经过及驻扎之处 无论中外伤民生命财产 均需一律保护 其已被肥扰地方 目击疮疑 致可惨痛 由应加以保卫 以众人道而诉军归 倘有残杀无辜 及肆意骚扰情势 不特败坏军人名誉 且大备本大总统救民水火之苦心 军律森严 断南宽带 卓各统兵大员 延伸戒令 认真稽查 如敢违犯 立案军法从事 并将约束不言之军官 分别参办 勿烧寻纵 此令 这道命令一下 张勋也自觉不安 而且冯国章军队入城的时候 秋毫无犯 南京人都仰慕冯国章 而痛恨张勋 慢慢的这些事传入张勋耳朵里 于是张大帅特派宣委员十余人 哀门逐户前去道歉 并出布告小御军民 凡有拿了人民衣物的 现三日内 交到商会 与其不交 查出以军法从事 第二天就有不少衣物被抛弃在路边 然后统一交到商会 商会令施主来认领 可是交回来的都是些破烂衣服 根本不值钱 小户人家还能找回几件 富家大户 派人去认领自己丢的物品 一件都找不到 冯国章刘冠雄两人 又奉命回任 雷震春代任巡月使 免去英德红江苏民政长职务 改为韩国军 并命令韩国军督办晚北江北剿匪事宜 东南一带暂时平静了 这时候依然没有取消独立的就是重庆 四川陆军第三师师长熊克武 响应东南 占据重庆宣告独立 本打算顺流而下联络乡军 威胁湖北 可是湖南已经取消独立 湖北的防御也很坚固 无稀可撑 熊克武于是派自己的弟弟熊克刚 领了一批人带着钱来到湖北 运动宜昌诗南的军队 熊克刚一行路过巴东县的时候 被驻访在那里的第十团二营军队捕获 营长殷炯 把这事报告给诗南宜昌击察使马济云 又由马济云转报黎元宏 黎元宏随即赴电 令马济云将这批人审讯后就地正法 熊克武运动湖北军队不成 还赔上个弟弟 这时候原总统得知熊克武作乱 急命黎元宏调军西征 并会合云南 贵州 湖南三省筑脚重庆 四川都督胡锦衣也派兵出击 区区一个熊克武 哪里敌得过五省人马 只好发电给川都胡锦衣求和 胡锦衣提出条件 先要交出乱党头目 才肯代为调停 熊克武当然不干 因为乱党头目就是他本人 川军于是进逼重庆 贵州都督唐继尧也派旅长黄玉成 率混乘鞋的一部分来支援四川 熊克武见形势危急 四处派人运动 但没有多大效果 只有川边经略史尹昌恒的部下 军法局局长张希 被熊克武说动参与启示 尹昌恒当时正在处理西藏事务 刘昌希驻守在丹巴县 办理军械两响 可是张希竟然率部响应熊克武 自称川边大都督北伐司令 以第一团团长赵成为副都督 第二团团长王明德为昭桃使 将所部两营 以及重庆的党羽三千多人 编城混城旅 从丹巴兼城返回卢定县 攻入观察室 严潭的鼠中 劫掠一空 严潭逃走了 尹昌恒的父母 还有一个妹妹 一个妾还留在卢定 都被张希软禁起来 然后写信给尹昌恒 逼他反抗中央 扬言尹昌恒如果不从 就把他全家杀了 尹昌恒收到信以后 只带了几个人 飞马赶回卢定 快到卢定桥的时候 被张希派兵截住 尹昌恒一看 带兵的是管带周明镜 就冲他喊 周管带 你为何反抗中央 周明镜一看是尹昌恒 也不敢抗拒 上前行过军礼 才答道 都督 您还不知道 重庆独立的消息吗 尹昌恒说 我正为独立而来 须知 躺必当车 不屈必折 是想东南树省 你也讨远 我也北伐 如今通通失败 难道我们四川省 就能独立成吗 我尹昌恒是本省人 做本省的官 不忍我父老乡亲 旧部兄弟同归于尽 所以孤身来此 跟大家陈说厉害 听不听我的 你们自己拿主意 周明镜说 都督吩咐 我们怎敢不听 请都督入营稍事休息 尹昌恒便进了军营 又对士兵们说 弟兄们来此当兵 你们在家的父母妻儿 对你们都期望得很 今天盼你们做队长 明天盼你们做团长 此后还指望你们连连升官 光耀门楣 咱们能为了一时一起 自寻死路 不顾家事 就算是基于义愤 如今的情况 跟以前大不一样 以前是满人做皇帝 搞专制 我们不得已才闹革命 如今是共和时代 总统是大家选出来的 而且总统也有任期限制 任满便要卸任 再者说 现在的原总统 他是临时当选 不是正式就任 就算他违法做事 也不过几个月而已 大家何苦发难 弄得身家两败 而且无省人马 相逼而来 眼见的寡不敌众 徒死无益 空落的父母悲毫 妻而痛气 说到这儿 尹昌恒几乎气不成声 这位尹经略使 口才非常好 演技也高 士兵们听了 都被他感动 全都低着头掉眼泪 尹昌恒又高声喊道 我言已尽于此 请弟兄们自行着夺 从尹立左 从张立右 就说 弟兄们 愿意跟我走的站左边 愿意跟着张希造反的站右边 大伙呼啦一下 全站到左边来了 尹昌恒随即下令东进 并将自己刚才那番话 整理成文字 到处张贴 走了五里路 来到卢定桥 正遇上赵成 王明德率兵前来 守在桥对面 尹昌恒命令周明镜出面 跟他们讲道理 赵成 王明德不肯服从 命令部下开枪 哪知部下已经离心离德 甘瞪眼不动手 等赵王再下命令 部下竟然跑过了桥 直接投奔尹昌恒了 尹昌恒正要带兵过桥 突然天降暴雨 一片漆黑 等于小了一点再看 对面的敌人 拆断卢定桥上的木板 撤退了 尹昌恒于是派人修复 然后过了桥 兵分三路搜索 到了第二天早晨 拿住两个要饭 就是副都督赵成 招逃使王明德 尹昌恒对这两个人 本来就很熟悉 也不细问 直接找了 把人头挂在军前示众 随即进入卢定城 这时候川边大都督 北伐司令张熙 已经逃之夭夭 不知去向 好在尹昌恒的父母家属 不曾被害 总算骨肉团圆 何家庆幸 尹昌恒又悬赏一万银元 捉拿张熙 同时电告北京 详细汇报叛乱 及评判的经过 原总统赴电说 前因川边庐城逆手 张熙怅乱 夜经斥令通缉 资赴据川边经略史尹昌恒电 续臣该逆详情 尤堪痛恨 张熙屡受提拔 担任要职 竟敢不顾大局 公然背叛 响应逆贼熊克武 伪造命令 占据卢定 私称独立 又攻入观察史属 击散卫兵 劫持尹昌恒父母家属 逼他叛乱 抢劫伤民 逼迫文武 带兵在卢定桥 拦截攻击 如果不是尹昌恒 孤身犯险 劝导官兵 去逆孝顺 后果不堪设想 张熙将所得陆军上校 少将贤 以及四等文虎章 一律尺多 各省勿斥肃 宿机 无论在何处拿货 及殉民就地承办 尹昌恒迅速平定叛乱 书刊嘉奖 所请言议之处 仍欲宽勉 该处地方 斗遭劫害 本大总统 眷念伤民 心如刀割 勿望妥善处理 勿令百姓流离失所 以赴禁报安民之意 此令 张熙逃了以后 熊克武失去帮助 更加惶恐 贵州派来的黄玉成 有意争功 连克齐江 熊家平等要地 直逼重庆 川军也自西向东 如期抵达 黄玉成听说川军要到了 昼夜猛攻 熊克武知道守不住 趁夜打开城门 潜逃了 贵州军队易拥入城 出版安民 同时电告北京 暴劫 袁总统很宽慰 下令说 据贵州元川军 混城旅旅长黄玉成 殿称 重庆克服等情 输为家位 此次熊逆克武畅乱 招幼匪徒 四处攻略 蹂躏惨虐 伤天害理 该旅长都帅所部 自入川境以来 与逆匪立战 先赴齐江 进取熊家平诸要地 执抵重庆 匪徒惊愧 熊逆潜逃 地方收复 实属谋勇兼优 功劳捉住 特授黄玉成 五等勋位 此外出力官兵 一律从幽讲序 勿令安抚商民 维持秩序 将地方善后事宜 商城四川都督 胡锦衣 妥为办理 勿使百姓 安居乐业 以赴调民罚罪之意 此令 不久又任命黄玉成 代理四川重庆镇首使 四川境内一律肃清 这次事件叫做鬼丑革命 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失败 所有革命人士 都被原政府斥为乱党 下令通缉 其实这些人都已经流亡海外 大多去了日本 此外有河南新菜县宣布独立 为首的叫做袁孟松 没几天就被省城派兵进攻 荡平了 又有浙江宁波 由宁台镇首使顾乃斌 联络之士 沈祖棉 以及本地人 前代理浙江司法筹备处处长 范贤芳 发起独立 响应民军 等到江西南京失败 顾乃斌等人 见风使舵 急忙将独立取消 时任浙江都督朱锐 与顾乃斌有交情 替顾乃斌请罪 政府宽恕了顾乃斌 至于范贤芳 沈祖棉二人 由地方官缉拿 不过他们早就跑了 宁波也告平静 此时 柳州巡防营统领刘古香 被副统领刘振环 脅迫独立 设立北伐司令部 募军启事 经广西都督陆荣亭调兵进缴 驻柳州税务局长黄兆熙 团长沈红英 秘密约定做内应 等各军开始进攻 就开城把他们放进来 当场杀了刘古香 刘振环逃了 先后不过五天 还剩下河南省内的白狼 本来他跟国民党人没什么联系 宗旨也不一样 这批人就是土匪 但是当黄兴占据南京的时候 派人跟他商议 约他一同讨员 许诺事成之后 推举他为河南都督 并给了他一批军火 及现银两万两 白狼的势力就更强 这时候河南的军队 纷纷调往他处 防剿民党 白狼越发横行无忌 统领田作林 给张振芳都督献计 分三路进脚 张振芳不听 只信任自己手下的旅长 王玉秀 任命他为剿匪总司令 汝南一带的巡防营 都归他节制 王玉秀素不知兵 只知道纵兵殃民 打了败仗也谎称得胜 因此白狼东池西突 如入无人之境 此外还有会匪 年谷 叛兵 纠合在一起 效仿白狼的做法 绑票乐赎 绑来的人称为肉票 一票或值千金 或值万金 要根据他们家里的财力 来定价 遇到貌美的女子 就先由强盗头目奸淫 然后才可以赎回去 不知道糟蹋了多少人 而且匪兵还到处焚烧 惨不忍睹 都督张振芳 惠莫如深不让人说 后来经河南议员彭运斌等人质问政府 才由原总统电斥张都督 限期平定匪患 张振芳无可推诿 只得出城逝师向猪马店进发 白狼听说张都督亲子都师 急忙召集同党商量对策 头目宋老年主战 引老婆主退 只有谋士刘生提议说 我等起事已有两年 名为劫富济贫 试问所济何人 只不过让家乡父老遭殃 如今应该迅速除掉张振芳 然后南下安徽南京 联合民党再图北伐 何必守在这里坑害我们河南人 白狼还在迟疑 就又让一个姓凡的人算卦 结果是向南向西都大吉 只有返回故里是大凶 白狼这才下了决心 把部下分成三队 潜伏在驻马店北面 只等张振芳到来 等了不到半天 就听汽笛长鸣 有快车从南面来了 前面埋伏的土匪一眼望去 见车内都是官兵 估计是张都督到了 急于真功 不等火车到站 就对着车开枪 把车里的张振芳 吓得魂不附体 幸亏卫队营长张艳田 急忙下令倒车 土匪们追了一阵子 车已经开远了 没追上 于是土匪依然退还驻马店 白狼顿足叹道 你们为何这般性急 竟失去张振芳 懊恼不已 于是率众东行 越过西平 汝南 雀山 攻陷黄州 光山等县 城市进入安徽境内 又攻破陆岸 打算由卢河去南京 这时候听说民党已经全部溃散 第二市市长王战元 又和安徽军队一起前来截击 白狼不由的常叹道 我久闻黄兴大明 谁知他是百战百逃 不堪一事 与富人合议 能成什么大事呢 于是只好掉头向东 逃入湖北去了 那张振芳都督被群道下退 一溜眼跑回省城 自知打不过土匪 便请假回京 河南都督一职 由田文烈代理 白狼这只土匪 虽然没有被彻底荡平 袁总统此时 却顾不上他们了 因为他现在需要一心一意 筹备自己的事 是什么事呢 咱们下回再讲